封耶稣的名说话 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时间会流失的很快 我们已经来到了2024年的下半年 7月已经快要结束了 今天要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是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是否已经改变了 我们是否进步了成为更好的人 还是我们还是那老样子呢 神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不断地更新自己 耶稣给了我们不同的工具 也给了我们保护师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 就是我们改变了吗 还是我们和以前一样 还是老样子 今天我想要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 尼克德姆 因为尼克德姆有一些美德让他能够成长 圣经有三段经文呢 记载了他的事迹 第一个在约翰福音三章 下一个是七章 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会看到到他最后一次 可是在读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他的成长 那我觉得他可以成长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美德 那如果我们在上半年当中没有成长 没有改变 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发展的方向 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 这里介绍了一个人叫尼克德姆 他是法利塞人也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夜里来见耶稣的 那他就对耶稣说 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第一点我想要提出的第一点是 尼克德姆是一个客观的旁观者 那意思是当他看着耶稣或听到耶稣的活动 当他看到耶稣的作为的时候 他得到的结论是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 没有别的可能 他的同侪那些法利塞人是怎么对待耶稣的呢 当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人行神迹的能力来自别西普 或者他们看耶稣从哪里来 他在加利利附近行事 那他们看不起加利利那里 就觉得有先知从那里出来吗 法利塞人没有客观的 对所发生的事没有客观的看法 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没有办法引导他们相信耶稣 那这客观的旁观者是什么样子的 圣经又是怎么样子形容的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11章 路加福音11章33到36节 33到36节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全身黑暗 所以你当行查 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 若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 必全然光明如同灯明光照亮你 这里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就是灯要放在灯台下 不是放在灯底下 然后说眼睛是身上的灯 如果眼睛是好的全身就亮亮 如果眼睛不好 那全身就是黑暗的 这里耶稣不是谈到若生眼睛的下 而是属于上面的满目 没有办法分辨对错 尽管有事情发生在你的眼前 你却没有办法得出正确的决论 因为你所拥有的这个角度 一个人的眼睛为什么会不好呢 属灵的眼睛 我谈的是属灵的眼睛 而不是远是近视 那属灵的眼睛 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观察一些事 然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 还有对耶稣的嫉妒 当百姓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曾经是忠心也是答案 可是现在百姓都围绕着这个新的人 就是耶稣 或许因此不管耶稣做了什么 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客观地决定这是对还是错的 而且不管耶稣说了什么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 当耶稣医治了瞎子 法利赛人的焦点不是在于神的大能和能力 而是这个人在安息日医治人 他干犯了安息日 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为他们想要想办法压制耶稣 不要让百姓跟踪他 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属灵的研磨变得昏暗呢 有时也是我们的教养 和谁一起成长 我们的背景 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这样成长的 他自然会想要为自己的这个群体辩护 那今天还有样东西会使我们的眼目变得不好 使我们在面对现实所发生的事 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那就是社交媒体的崛起 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载了某种东西 或者我们点赞 那系统就会照着你的喜好呢 会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这样的循环就会继续让你觉得 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因此有些人称这个为回应效应 就是你有怎样子的输入呢 那你就会得到怎样子的回应 这也就会让你有极端的看法 让你没有办法客观地看待事物 我们要对自己坦诚是否也陷入同样的陷阱力 在某些事上有些偏见 这还没有那么糟糕 这或许是我们的教养 比如说妈妈煮了某样东西 那下个星期你会不会吃饭 那下个星期你和你的愿母吃饭 然后她就煮了这样的东西给你 那因为你过去的经验 那就会有两种可能 也许是你会长得到这样的 甚至你会有一定的味道 这就是这种方法 Laksa应该是酸的 因为我来自 Penang 对于Laksa 是Coconut-based 是新加坡或马来西亚 我不知道他们会讨论你 但你懂得 你懂得什么我所说的 或许你从小习惯 Laksa就是酸的 因为你是从冰城来的 或者你是新加坡来的 你会觉得里面一定要有野浆 所以你比较倾向于吃酸的Laksa 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或者你尝试你母亲做的饭 你会特别的喜欢 或者你太熟 熟悉了你就会开始藐视它 然后吃到愿母的饭 你就觉得哇 这是美味佳肴 但这些不是太重要 因为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对错 不需要分辨对错真假 但是当来谈及 需要分辨对错真假的时候 这样的偏见和盲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了 要克服这样的盲点 有解药吗 要怎么样的变成客观的观察者 那一开始你要先知道 我们会有偏见这个倾向 那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如果我们可以承认 因为我们的经历和背景 我们会有这样的偏见 而且再加上如果社交媒体 已经成为了一个回应式 那我们就要意识到 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更有效果的方法呢 就是向神祷告 造我们眼睛的是神 祂也造了我们的嘴 祂可以使哑巴能够说话 也可以使瞎眼的看见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肉身上的眼睛或许没事 可是我们所灵的目光却不一定 所以我们要向祂祷告 就像对老几家教会所说的 要向祂求眼药 实际上如果我们想一想 在约翰福音9章 耶稣确实抑制了一个瞎眼的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人的视角来 看待这件事 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之后 法利赛人就因为他在安息日 医治人就想要杀了他 虾子的父母亲不想要为他辩护 就说他已承认了 你们问他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或许要为自己辩护 或许要保护自己 可是这个瞎子因为耶稣现在可以看见的 他也有客观的属灵目光 那他就说 我知道我曾经是瞎眼的 现在可以看见是这人医治我的 然后他就跟从耶稣 因为他清楚看见 他也有正确的属灵目光 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祈求 能够客观地去看待事物 在我们眼睛能够医治我们视力的 自然也可以医治我们属灵的目光 我们看他第二个美德 Nicodemus的第二个美德 就是虽然他是法利赛人 尽管面对同侪的压力 他还是敢采取行动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属于某个群体 要和这个群体做相反的事情 是很不容易的 大多数的法利赛人 都是对耶稣有敌意的 都会想尽办法 要让他找麻烦 Nicodemus belong to this group Nicodemus就属于这个群体 当他能够很客观地看见 耶稣所行的这一切事情 都是来自于神 他就采取行动去见耶稣 冒着被同侪嘲笑的这个风险 甚至被同侪给攻击的这个风险 那他就有这样子的拥挤 来对抗压力 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能够抵挡同侪的压力 比如说那两个探子和那十个探子 十个探子回来说虽然地是如此 但是那里都是巨人 我们没有办法攻击那里 所以那两个人却能够说神已应许的这个地 我们如果相信祂的话就可以得着这地 或是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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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或者我们看《诞义》里的三个朋友 当全国都在向尼布甲尼撒利的向来敬拜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尽管他没有自己的宗教 但是音乐详细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下拜 可是这三个朋友没有下拜 其他的人都这么做了可他没有 所以尼哥德姆能够抵挡学习其他人跟他们做一样的事 那今天的我们呢 世界给我们的讯息和当真正的基督徒的信息是抵对的 我们是否会说周围的人有压力觉得要有某一种行为和生活方式呢 比如说我们要有包容性 是 我们确实要有包容性 可是我们也要清楚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这同性念的是罪 我不会反对同性念者来到教会 可是我们要从圣经告诉这个人说 如果继续走这条路呢这是个罪 世界可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不包容 怎么这么古板 我们是否能够站稳立场 因为圣经这么说所以我们就这么想 但是尽管我们不会讨厌这个人 我们需要通知这个同性念者圣经说这是罪 我们需要通知这个同性念者圣经说这是罪 如果这同性念者愿意在基督里面改变自己的话呢 那就是正确对的方式 可是更多时候他们就会离开 然后在社交媒体能够发文 然后就会造成的渲染大波 Nicodemus所做的事情就和同才做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的我们呢 我们是否能够抵挡这世人所说的话 耶利哥城里的人呢 对以色列的人都有敌意 想办法想要阻挡他们进城 全城的人对以色列人都有敌意 可是只有拉荷收留了这两个探子 和他周围的人相反 或者大卫 在所有人都不敢对抗根里亚的时候 大卫站出来了 这些都是例子 这些人勇敢地站出来 对抗其他人所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怎么站 到底是什么会让我们能够站稳 答案就是信心 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是真实的 我们就能够管布 我们一定要把他能够活出来 尽管和世人所做的相反 我所说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凭信心而活 断爱丽的三个朋友 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回应 因为我们的神可以拯救我们 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会向他下拜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 让他们抵挡这世界 对他们的吸引和诱惑 我们可能说尼哥德姆在这一刻 只会在夜中来到夜中 但我会说那一开始的信心 和来看着耶稣 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尽管面对了周围的人的压力 第三点 尼哥德姆表现出的第三个美德 我们翻回约翰福音三章 3到10节 约翰福音三章 3到10节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德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父生出来吗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生 从圣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声音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德姆说 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们停了这一会儿 所以我们读的是 这里尼哥德姆问耶稣两个问题 这里尼哥德姆问耶稣两个问题 因为之前耶稣回答他 在这之前耶稣对他说 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因为尼哥德姆不理解 什么耶稣是提供的 他想要解释 他问耶稣在4节 那他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 尼哥德姆就在4节问耶稣 那第5到第8节耶稣就进一步说明解释 解释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 那尼哥德姆还是不能明白 在9节又再问 那10节耶稣的回应就有一点直接了 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 还不明白这事吗 如果我们往下读的话 其实耶稣用了一些字眼 其实对尼哥德姆是有侮辱性的 譬如说10节 比如说10节 感觉上好像耶稣在谈到黑暗和光 要记得尼哥德姆是在夜间来找耶稣的 那耶稣似乎在影射说 那些在黑暗中行事的都是在行恶的 所以两次耶稣感觉在侮辱尼哥德姆 然后在藐视他 虽然我们看不出尼哥德姆怎么样回应这些严厉的话 22节就说这事之后耶稣救的门徒走了 然后就没有写到尼哥德姆的回应 可是如果我们看接下来的记载 相信尼哥德姆应该有继续的抓住耶稣的话 然后有在思考 那这里表现出了尼哥德姆的什么美德呢 这美德就是尽管他是犹太人的官 是个有地位的人 尼哥德姆接受了耶稣的嘲讽 一个有地位的人听到别人的藐视的话语 还能够接受这是很难得的 尼哥德姆肯定是个谦卑的人 我们知道谦卑的反应词就是骄傲 骄傲很容易在心里置身 因为如果我们或多或少尝过成功的滋味 或者我们很有钱 我们有钱有势 或者我们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 这可以容易让人们得胜利 这就很容易让一个人骄傲 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别人 有成功 我自己好像很有成就 而且过去如果这个人做出很多聪明的决定 表现出了他们的智力 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为他们的战略性策划 或者他们的远见 这就很容易导致一个人骄傲 很多时候我们会隐藏这样的骄傲 可是一个骄傲的人却很容易被人家发现 因为当别人藐视他 嘲笑他的时候 一个骄傲的人要承认自己无知不容易 所以尼哥德姆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 能够两次发问就表现出了他真的不明白 那被嘲笑被藐视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比如说你以为你很好吗 你做这些事情我做了这些 可是我们清楚看到尼哥德姆没有这样的回应 当耶稣问他 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他确实不知道 所以他选择要学习 当耶稣指出喜欢在暗中行事的人都在行恶事的时候 尼哥德姆就把这些话存在心里 因此我们之后会看到他的改变 我们要向尼哥德姆学习谦卑 我们知道变骄傲很容易 要再次变谦卑就不容易了 要怎么谦卑呢 那谦卑到底与什么挂钩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 马太福音15章22-28 马太福音15章22-28 有个家男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 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附得圣库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来求他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他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 以色列加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 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残渣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迦南妇人表现出极大的谦卑 他来祈求耶稣 但是一开始耶稣还不理他 耶稣一言不答 然后门徒求耶稣请把这个人打发走 然后耶稣一言不答 然后门徒求耶稣请把这个人打发走 之后我们看到耶稣一言不答 说他奉猜节是到以色列迦迷失的羊那里 不是到你这里来 你是迦南人 然后第26节 我们知道这种说法 不错是给孩子的鸡肉 耶稣是指她的鸡肉 26节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耶稣在这里把他比成了狗 当然她的回答是深度的 27节她的回应就表现出极大的谦卑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了 在那唯一能够给她帮助的真神面前 自己的尊严又算什么 所以她就回应说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28节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妇人表现出的谦卑 可耶稣称赞她的并不是因为她谦卑 而是她的信心是大的 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 是什么能够让我们改变变得谦卑 对神的信心 这信心和谦卑极有细细相关 一个有真信心很深沉的信心的人 他只能是谦卑的 有些人会认为他们很羡慕 因为他们很羡慕 但有没有办法你能够有深沉的信心 而仍然是羡慕 有些人骄傲地觉得自己非常的虔诚 有信心 但是真正有深沉信心的人不可能骄傲 耶稣称赞这个人因为她的信心 可她表现出的是真正的谦卑 接下去说我们看撒末记下 6章20节 撒末记下6章20节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 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她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城府的婢女面前露体 如同一个亲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荣耀啊 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大卫可以把神的约会带进了耶路撒冷城 这是他非常喜悦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要用歌舞来表现出喜乐 那他的妻子米甲呢 却觉得他的行为不符合王的身份 22节大卫的回应 大卫回应说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亲贱 你所说的那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 我必要更加卑微 就算我是王 在神面前我什么也不算 信心使我们能够看到神真正是什么样子的 祂是一切的造物主 如果我们承认祂是一切的造物主 我们就会意识到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祂 这样人的尊严又算什么 就算你是最高的职位王也不算什么 大卫觉得在神面前他可以更加的卑微 所以他要用心灵来称赞神 所以信心和谦卑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一个人可以承认神到底是谁 要来巩固这一点 我们看《列代之下》29章 《列代之下》29章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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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 不能长存 真正的信心会使我们意识到 在神面前我们只是客旅 只是寄居的 我们的生命只是短暂的 神是我们的招务主 祂供应我们的一切 不管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财富 这些都是来自于神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相似 因此如果我们要像尼哥德姆一样谦卑 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 要从神的角度看 从神的角度看自己 我们也只不过是尘土 然后能够认清楚神是荣耀的 所以我们和神所造的其他物呢 又有什么更了不起的呢 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可以比另外一个人骄傲的 我们来总结 从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节 我们看到尼哥德姆在夜间来找耶稣 可是下一次我们看到尼哥德姆的时候 他在支持和耶稣上面就变得更公开了 若是夜间来的 或许他是想要隐藏自己有机会见耶稣 但是这是因为也有一点点的胆怯 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五到五十二节 四十五到五十二节 差异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 他们对差异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异回答说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赛人说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那中有尼哥德姆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 你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且去考察 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其他的法利赛人呢 都很愤怒想要抓住耶稣 可是尼哥德姆尽量地让大家保持客观 就问 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这一次就更公开地支持了耶稣 没有非常地公开说耶稣是我的主 但是就公开了一点点 约翰福音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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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都称耶稣为罪人 就把他在两个强盗中挂在十字架上 要把这个人的尸体领下来 要裹好 然后安葬 这就是公开地对大家说 我不觉得这个人是罪人 这是尼哥德姆对大家的宣告说 耶稣不是你们认为的那个罪人 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公开的 从夜间到访到公开地表示耶稣是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长进 那我们来问问自己也是开头所问的问题 我们的信仰停滞不前吗 我们是否没有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或更糟的我们退步了 尼哥德姆能够表现出这样的长进 因为他拥有的属灵美德 他能够客观地观察事情分辨对错 他能够客观地观察事情分辨对错 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认为对错 我们还能不能够更好 我们甚至少知道的什么是错的 我们可能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 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凉目 我们可能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 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凉目 那如果我们担心同财是加的压力 那我们很容易就会退步而不会进步 那骄傲当然就是阻止我们成长的一个要点 一个骄傲的人不会承认自己不知道 他不会接受别人的劝诫 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该到达的地步 可这一切的解药就是真正的信心 因为信心让我们能够抵挡外来的压力 信心也与谦卑密切相关 也是凭信心我们才能向神求能够分辨对错 这样我们就可以成长 让我们为主捍卫 170首 270首